大家好呀 现在的珍珠特别喜欢吃水果 所以早上我在切了水果之后 会从其中选大的一两块给Easy看看它吃不吃 有的时候Easy就挺配合的 有的时候就一点都不配合 这期间还有Gaby过来截糊 以及像这样已经吃了一下巴的珍珠 跑过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总之我不怎么强迫Easy 有小伙伴想听一听Easy的叫声 所以我把这个本不打算用的远古素材也翻了出来 因为我感觉真的实在是太吵了 每天早上Easy都会在出笼之后叫上那么几嗓子 而且还蹦蹦达达的 我猜这可能是在原来居住的地方养成的习惯 有的时候Easy会闹闹小脾气 不吃切好的水果 所以呢我还是会用果泥去打动一下Easy 所以说都是金刚鹦鹉 可是每一次看Easy吃果泥的样子 就感觉有点笨笨的 所以说Easy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喜欢躲在它的笼子顶上 不过每一次我在给其他鹦鹉发吃的的时候 Easy其实都有在上面默默的看着 就比如之前 我每次给鹦鹉们发综合坚果的时候 Easy总是拒绝的 我就错误的以为Easy其实不喜欢吃那种综合坚果 结果前两天 我在象征性的给Easy看一眼综合坚果的时候 没想到Easy却张开嘴 开心的接过那个坚果吃掉了 我忽然感觉Easy一开始不吃 是因为他不晓得那个坚果到底有没有毒 于是在笼顶上观察了一段时间 发现其他鹦鹉吃的都很开心 所以他也就开始吃了